好,代码演示,我们先把之前的代码先删掉 然后根据PVT的内容呢,我们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写一个each函数,然后删上data,对吧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生成便利器 生成便利器我们怎么生成呢 我们是通过vator,然后data,sumbo.vator 通过这个来生成,当然得执行啊,得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生成便利器之后呢,按理说我们是通过 itriter.next这个函数来去一步一步的 比如说我们写上几个 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把它方便转,对吧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书组 然后呢,我们再定义一个node list node list复制成document.getElements elementByTagNameP 此时呢,我们得在这个阴面中给它 已经有三个P了,我们这个阴面中已经有三个P了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弄一个Map 因为这个objects不是有序数据集合 所以说我们得通过Map来做A100Map.setB100 OK,我们定义完这个测试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意识函数来进行测试了 对吧 E吃Array 然后把速度传进去 E吃Low the list 然后呢,E吃M 好,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前两个注释掉 然后保存 已经编译完了 这儿有一个报错 简单看一下 写错了 这儿是个Iterator 不是Interator 写错了,保存 好,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 Value是1,DoneFalse Value是2,DoneFalse Value是3,DoneFalse Value是4,DoneFalse 然后接下来是Value是Undified Done都是True,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四个元素的数据 我们给它执行了好多个Nest 那前四个呢,那肯定是能返回正常的值 对吧 然后正常的值 然后Done都是False 然后三个呢,那肯定就是 Value就是Undified的 Done就是True了 好,这是那个数组的 我们看一下NodeList的存在 好,大家看也是 Value是,大家看这个P啊 这个P就是左侧的这个 屏幕左上角这个元素 是不是已经观背景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P 然后第二个P 第三个P啊 也是前面是DoneFalse 后面是DoneFalse 这个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Map是AB 是吧 好,也是Value是两个值 0等于A,1等于100 然后呢,这是0等于B,1等于100 我这都写了100 对吧 没有关系啊 都写100,也都写100 这是一个通过Next,Next,Next的这种便利 对吧 但是我们说过啊 就是我们迭代器模式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Data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 或者说它的长度,对吧 我们不知道它的长度,那怎么办 你不知道它的长度 那你肯定就不能一直写Next,对吧 所以说你得通过一个什么 通过一个Val循环去做 我们先给它弄一个对象 叫DoneFalse 然后我们就执行这个Val Item.Done 就是NotItem.Done 就是没有结束 因为它本身默然是False 一上来可能也没有结束 对吧 然后Item复制成什么呢 复制成这个Iterator.Done Next 也就是说我们给这个Iterator.Next的返回值啊 给它先复制成默然值 叫Done.False 那肯定能进去Value循环 然后进去Value循环之后呢 这个Item就一次一次的 就会复制成真正的这个Next的值 对吧 就IfNotItem.Done 然后Consult.Log Item.Value 那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数组的这个值 刷新一下 还是1234已经出来了 对吧 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不会有 那时候数组是四个 我们就打印四个 对吧 不会有多余的出现 然后我们干脆都放出来吧 数组 NodeList 还有这个Map 都放出来 好 大家看 数组1234 NodeList 是这三个 然后这个Map呢 是这两个 对吧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 就是我们先把这 这一些删掉 就是这么长的一些 我们都先删掉 每个开发人员都没必要 自己去获取便利器 自己去通过Next Next来写 对吧 他们可以怎么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语法 叫Let off data 然后我们直接去Consult.Log Item就可以了 Fall不是Let off 而是Fall off Fall精英的话 是访问传统的数组 对吧 但这个Fall off呢 就是访问一个什么 访问一个 带有编利器特性的一个对象 什么叫带有编利器特性呢 就是这个Data 所有的传统的Data 你像数组也好 NodeList也好 还有这个Map也好 它必须有编利器特性 所有编利器特性 就是说 我们这个Data里面 有这个 Sumball.Iterator的这个值 有值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 带有编利器特性的对象 就是这样的 讲个梦好吧 所以Data 必须是带有编利器特性的对象 就是这个是有值的 才能用Fall off来去防卫 这个时候 我们来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结果 刷新 重新刷新一下 还是一样 说数组 NodeList 还有这个Map 都已经出来了 OK 这就是演示的结果 我们在回合PVT中 还有一点 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 编利器和这个Data Data Data 首先这个特性啊 刚出来的时候 还是用的比较火 特别是那个 Kawah 就是那个 NodeList里面 那个框架 KOA Kawah 一点几版本的时候 用的Data 用的比较多 但是现在 目前来看啊 就是从现在 再往下的发展趋势 Data 很可能会不被使用 就是Kawah 升到R之后 它已经使用了 这个ES7的那个新特性 Async Await 就是那个EV函数了 就不再使用这个Data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作为一个扩展知识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Data的价值 不仅限于 上面的几种类型的数据 还有一个Data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Data模式 包括这个Aterator的这个东西 它只要反过的数据 符合Aterator接口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演示的 它只要符合这个什么呢 只要符合这个 具有Data模式的接口 也就是说具有Data器模式的属性 它访问这个Symbol.Aterator 有值就可以使用这个Aterator去访问 也就是说 它没有规定具体的类型 它只是规定了什么 规定了一个 你这个数据只要符合这个接口的要求 我就可以访问 那很显然 Genderator的函数返回的值呢 它肯定也是一个符合Aterator语法的 对吧 也就是说它可以使用这个Aterator语法 如果是不符合我们这也不会讲对吧 大家看一下就是Genderator的语法 我们就这不讲了 就是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的话 我建议你去找文档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也不是单独讲 Genderator讲ES6的一个教程 所以说不会单独来讲 大家看一下就是Function里面后面加个星 那就是Genderator的函数对吧 然后Yale的什么 然后Return的什么东西 大家不用管里面什么东西 我们去执行这个Genderator函数的时候 就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返回它是个什么 它返回它是一个对象 对吧 或者说是一个变量 然后它里面有没有这个Simple的Aterator 我们经过验证 发现它是有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Genderator函数返回的结果 容易实现了这个编例器的借口 也就是说它可以用什么 它可以用编例器 它可以用FallOff 对吧 它也可以用Next 像这样 我们通过Next就到它不同的地方 对吧 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用FallOff来做 就是跟我们上次演示的一样 那这儿我们就不再去代表演示了 因为Genderator这个函数 它现在应用已经不是特别广了 假如说我们只是为了Genderator来做编例器的话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再讲 但是呢 它不光是Genderator 它还有好多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一些数据类型 这些数据类型 在后面肯定会被大家用起来 用起来之后这个编例器就会被大量的去使用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不演示 是因为Genderator现在应用的场景已经比较少了 你像通过这个CoreR宽建设的升级 你慢慢的会被那种Promise和Async Await的这种终结方案来代替 它不会在自己有特别多多的这个使用的场景 当然老项目除外 好所以说我们这儿就不再去重点演示 OK那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首先我们看一下设计原则的验证 就DIC模式 DIC对象和对象分离和目标对象分离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从一开始的这个Data Data然后经过DQuery封装 封装成一个DQuery对象 这是DIC对象和目标对象的分离 对吧 到最后的这个 我们通过访问Data的Sambl.Eterator 然后去返回一个DIC 这也是一种DIC对象和目标对象的分离 对吧 那一分离呢 就是说DIC将使用者和目标对象隔离开 为什么隔离开呢 因为使用者他不需要了解目标对象 自大数据结构 还有它的长度啊什么的都不需要了解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隔离开 对吧 那隔离开呢 也就是说它符合开化和平原则 就是说我们这个目标对象 要编离的对象 它可以追随允许的数据类型 它不管承担是什么数据类型 那使用者尽管去使用就好了 对吧 尽管去按照Data器的这个规范去使用就好了 你不用关心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原始的一个数据类型和数据结构 是吧 OK最后我们花两分钟做一个总结 介绍呢 首先我们说了编离器的两个比较重要的 概念的一个描述 第一个就是顺序访问结合元素 大家注意是顺序访问 就是必须是有序的一个计核 第二个就是使用者或者访问者 不需要知道这个我们被访问的对象 它的一些内部结构 是吧 就是做了一个封装 然后事例呢 我们当时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一个生活中的事例 所以说我们就拿来这块的一个意识的一个事例 做讲解 然后YMAL类图和演示 大家回想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那个container和那个interator 那两个class interator里面那个next和handnext 最主要这个大家要想一下当时怎么实现的 最后是经典场景实验试 经典场景实验试呢 我们出来复习了一下 一开始讲的那个 这块的一个e的那个场景呢 我们还讲了一下那个es6的这个interator的语义法 而且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 因为它我觉得它的场景是比较重要的 它使用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多看几遍 掌握了为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